要是預測結果 但其實很多人享受這過程 所以可以想像 今天晚上也有很多人 開始熬夜要看比賽了 那麼這樣的情形 也有人要吃宵夜了 也讓相關的訂單 現在不斷的爆炸 我想這個月應該跟氏族開打 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很明顯的 在10點到11點這個時段的人潮 有比上一個月再多了 大概一成以上 全民風氏族不只賽場上比得精彩 賽場下炸物宵夜也要來拼場 當我們發現有這樣的活動 有這樣人潮增加的情況 我們通常備料都會再多個 兩層到三層 手指頭動一動 外送一鍵下單 不只店內人超多 更多人是宅在家中 選擇送餐到府 自足或許有一點關係啊 大概兩層三層吧 消費場的時候 足球那時候也會蠻多的 看市主便吃東西吧 外送人超有感 把握夜間訂單跑起來 足球場上比的是眼明手快 而馬路上拼的是接單手速 夜間商機夯 外送訂單直接大增三層左右 看市主一定要叫外送 然後一定要炸雞配啤酒 這樣子才舒服啊 某個朋友家裡嘛 然後就大家叫炸雞啊 叫吃的 就大家一看就這個氣氛就很歡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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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者也乐的搭上顺风车 大转夜间小夜商机 记者黄志杰张成员台北采访报道